哈囉 我們來到了台中 發軒看起來好累喔 因為我最近在趕片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了是 我們現在來到了台中 悠揚家庭 我們今天要來看窗簾喔 對 就是工作室需要的窗簾 會不會風很大 感覺要下雨 快走 欸 這可以摸欸 還有材質 這壁紙啊 我們不是要挑類似淺色紅磚的 兩邊貼起來比較近 是嗎 我覺得這兩個雷的比較好 喔 你看那個椅子 蛤 的那個 你覺得這兩個雷的比較好 欸 這個 這裡還有很多 這個 這有很多系列都可以看 喔喔喔喔喔 都是鑽頭啊 這個 其實我覺得設計是挑比較多 因為我們可能會挑一個 我們現在有點盲挑 把風格亂撇掉 你看看它每個都很漂亮啊 對啊 比這個在前 兩個色階左右 比這個在前兩個色 那這個是太淺了一下 這個會貼完之後 會比較像相撐風的感覺 對 這一種它做有一點斑波 它是做白白人 白跟紅比較多 那它比較淺色 變成這樣比較淺色調 這個就會比這個還要再淺 然後第二個顏色是青水龍顏色 它發以後方的顏色 帶一點點的藍 這一塊也不錯 帶一點點藍 欸不錯啊 我喜歡藍 好 雖然是青水龍顏色 所以我不知道 好 因為它有藍色 因為它有藍色 所以你說好 對 就這樣 結束 調光臉也是挑這個色系 就變成我們供區域是這個色系 是 然後濕區域是淺色系 喔 好 護臉的部分 這一塊是我們房間 房間裡面的 這一塊 這一個的材質 漂亮 對 荷蘭的淺灰 對 好 沒有問題 很像我的大衣 目前就這樣 壁紙跟窗簾部分都 先 搞定了 OK 沒有問題 辛苦了 超久 都會挑很久 結束 還算很快 因為 設施有來 正常一般 一般如果沒有設施是過來 挑個三個小時 要四個小時 我們今天挑了多久 一個多小時 還可以吧 夜逼 算很快 秋年部分是選完 然後壁紙也會挑好 好期待 好期待 好期待喔 好謝謝蔡老闆 辛苦了 謝謝 好啦那今天就 我們就回台南吧 好辛苦了 台美我們要去 哈囉 B波 哈囉 哈囉 台南哥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台中的 台中的 心力家具 我們要準備我們的 新工作室 對 然後 所以我們現在來這邊挑 工作室需要的家具 對 好 那我們走吧 現在車子有點大聲 碰碰碰 這裡好多東西 這是石頭質感耶 他奧出物品耶 薯頭 你喜歡哪一種類型的家具 我不知道 好像還在看 我我我我 你看有星星耶 欸你們你看 欸 白癡在門口 嚇別人 嘻嘻嘻 你看有星星耶 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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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叫背茶嗎 他叫背茶 歌茶喔 歌茶啦 歌茶 我喜歡那種大桌子 我也喜歡大桌子 很像餐桌的這一種 因為我們去 我們之前在外面咖啡廳工作的時候 都會去挑大桌子 大桌子 你喜歡哪一種形式的桌子 我喜歡耐瓜 耐髒 可是這其實都像餐桌吧 是啊我覺得這是 可是我其實很喜歡做餐桌 我只是希望我的椅子可以軟一點 不然我屁股痛 然後小米不喜歡有輪子的椅子 喔那輪子母湯喔 他他他他受不了喔 他輪子會把我頭髮全部吃進去 然後輪子就會開始失控 你也知道嗎 女生頭髮很多 你說什麼失控 輪子會失控 對啊 目前有沒有看到你喜歡的啊 你不要再做狗狗了 好 哈囉 哈囉 嗨 我們有客廳房間 還有餐桌餐宜 各方面的都有 我們東西就是 腸要比較精緻 但是又有設計的品味 對讓家具是有靈魂 我很呆板 做進去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要幫我看一下 好啊 你們到時候可以抓你們的預算值下去 那我們就是 我們Andy哥這邊都是 一套的下去幫你們做服務的 是 那這樣子就是 我們等一下再看的時候 我們先取得一個共識 就是Andy哥 你們在看的時候會比如說 我喜歡這張椅子 就問說這張椅子多少錢 是 那應該是這樣子的講 就是我們不要看個別的價格 我們看一套 那你就跟Andy哥講 依照你的預算值 盡量幫你好配的東西 對 那他就不會帶你去看完全超過你的預算的物件 市長還有按摩椅要你選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無線電動椅 核心客運 豪華商務艙 台南鎮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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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旅客 哈哈哈 心裡航空的 那個商務艙 各位旅客 台南鎮到了 這種沙發也很漂亮 就是有一點 微海灣的 這邊寬 喔這個 好漂亮喔 那邊等下坐著聊天 那邊可以當會被這個給靠過去 整個靠過去 就像一個 就可以引 親戚家具 會不會比較特別的事情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現場的這些東西 會不會想要換別的東西 或是裡面的淺重物 只要跟他講過說 全部都可以去做調整 全部都可以改 甚至長度大小上都可以改 因為他們自己開工廠 所以就是指引 這張椅子最好的地方就是 他沒有那個可以掉進去的屑屑 餅乾屑什麼的 喔有道理耶 他最重要的就是 他沒有可以掉進去的餅乾屑 屑屑 屑屑 遙控器不見了 遙控器消失的黑洞 那顏色呢 顏色喔 顏色喔 你又想要顏色 我不知道那邊之後會長怎樣 那邊的背後是不是磚頭還是什麼 畫壁子 顏色就交給我們的設計師 沙發的顏色應該是這一張 對 下面的那一個 就上 就按一階嗎 對按一階 這是俗稱的貓裝 喔 為什麼他叫貓抓皮 貓抓皮革就是當貓的爪子 當你大概修過以後 這假裝是貓的爪子 他比較頓 可是他其實還是尖的 他可以這樣掛 他還可以承受 對對對 你看這個角色這樣子 他一定有一點摩擦 他可以去靠 他是頓器 但是也算尖銳的 對 尖銳的頓器 對 所以他可以去刮 因為你常常不小心床腳踢掉 那個皮就要去破皮 好 我們現在在挑我們沙發的布顏色 然後這個是街景的 我們的沙發後面牆壁的顏色 因為我實際上工作的時候 我全身都會盤上去 可是要集中注意 我工作的時候我身體會盤上去 我有高低尖 然後我都習慣做一個很奇怪的姿 在工作 所以我現在是在想他這個 你有沒有考慮要矯正一下 現在看起來是還好 一定還好 你做這一張 你做這一張 這張比較漂亮 我比較喜歡這張 只是我不太滿意他的顏色 他顏色可以換嗎 因為他是做不定的 因為如果你大領腦不改色的話 我兩三張 還是兩張不夠的話 不然交換 了解 他怎麼辦 那就換了 因為你不覺得他顏色 沒關係 如果沒有擦很多的話 就隨便了 那就擦了 耶 現在已經 你知道現在幾點 晚上9點 我們好像是 2點來的 下午2點到 現在9點 人家打烊了 好啦 那我們就先回台南 好啦 歡迎你 歡迎 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